乔布隆整化三倍券 彰化仁波怒在三岁女儿 上法院申请保护令 实际上最行的三倍券 竟让彰化和美镇一对夫妻闹上法院 年近50岁的男子 2万多元的月薪得养回一家三口 男子想用三倍券买微波炉 但妻子希望透过愿意找零的店家 买东西找零后把钱存下来 当三岁女儿念幼儿园的学备 7月21早上 两人意见不合争吵后 男子怒骑机车载女儿到园林地帮法院 社会处表示这对夫妻 是社会处积极关怀对象 去年曾因家保安 法官判给妻子一张保护令 因无远离令 一家三口人出在一起 男子一度把女儿单独留在地院 跑去上班 妻子担心女儿安全 联邦向议员求助 并报警协巡 警方上午10点30分 在园林地院找到男子的机车 顺利找到男子与女儿 将妇女两人带回河美警分局 受到计下的女童看到妈妈嚎啕大哭 社会就建议妻子先到亲戚家住 等气下后夫妻再坐下来好好谈谈 先议员赖青梅也当场捐出自己的三配券 加上5000元现金 帮她们完成缴学备跟买微波路的愿望 东新闻 张华报道